你有没有曾经都担心过自己的小朋友会不会有过度活跃症或者专注力不足呢? 今天我,儿童心理学家郭博士会和你分享 有过度活跃症或者专注力不足的小朋友的三大特征 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到底你的小朋友有没有这些情况 第一点,有过度活跃症或者专注力不足的小朋友 他们很容易会开始一份功课之后 或者开始做一件事之后 他未必可以完成那件事的 举个例子,可能很多功课是有五六七个步骤的 如果有专注力不足的小朋友 他很多时候可能完成了第一个步骤之后 他就会停了 他未必可以跟随到老师做了那么多个步骤 同样地我们都发现 其实很多有专注力不足的小朋友 他很多时候很愿意去开始做一些事情 但是你就会留意到这一类的小朋友 他开了头后 他未必会完成那件事 第二点 有过度活跃症或者专注力不足的小朋友 他们比较难管理自己 譬如你会常常留意到 有专注力不足的小朋友 他的书包通常都会比较混乱 很多时候你可能会留意到 这些小朋友 他拿完一些东西之后 未必会真的放回原位 东西会乱按摆的 就连有时可能我们手上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中文文件夹 一个是英文文件夹 一个是英文文件夹 小朋友都可能会把工作纸混乱 就做不到 把中文的工作纸放在中文文件夹 英文的工作纸放在英文文件夹 我们留意到很多有专注力不足的小朋友 这一类要管理自己的工作 这一类的小朋友 是会觉得比较困难的 第三点 有过度活跃症的小朋友 你会留意到他会坐不定的 所以我们就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小朋友 会不会比较难在同一个位置上 坐20分钟呢? 你又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小朋友 会不会常常在不是很恰当的地方 他会需要走来走去的呢? 又或者即使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你会不会留意到你的小朋友 比较没有耐性去听人说话的 他可能会在不恰当的时候 会打断了别人说话的 甚至会不会有一些情况是 即使当对方都没问完那条问题 小朋友已经很心急地 很想说自己的提法出来 如果我们的小朋友 有以上这些症状超过六个月的话 我们是时候就要找专业人士介入 去帮助孩子 寻求一些帮助 如果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们都想有效提升小朋友的专注力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些有声故事 慢慢减少小朋友的视觉刺激 帮助他先专注是听故事的 慢慢由故事入手 陪他先选一些比较短的故事 慢慢一步一步增加到去聆听一些比较长的故事 因为在小朋友要听一些有声故事的时候 小朋友需要专心地聆听故事发展 听一下故事 下一步会发生成什么 记得故事人物之间的对话和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陪着小朋友去听有声故事 是能够帮助他慢慢练回他的专注力 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四岁到十二岁的话 我都很鼓励你去看下由我 儿童心理学家郭博士 和英国伦敦大学的精神科医生Dr. Verhana 一起联同英国伦敦大学合办的 HAPPY YOU亲子线上故事会 在HAPPY YOU的故事里面 你的小朋友能够通过中英文的有声故事 帮助他专心在听故事人物的发展 帮助孩子先从短的故事开始 慢慢一步一步提升他的专注力 我会把HAPPY YOU亲子线上故事会连结 放在留言区和资讯栏 你也可以去看下